環球大戰線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葉思銘 今天網路讀播版本時間 我們邀請到蔡振元委員 思銘好 各位網路上的朋友們大家好 好委員今天來 今天是裁風天 相信觀眾朋友們應該都在家 所以我們今天的收視率應該會表現不錯 希望大家持續的幫我們加油 加油這樣子 那我們今天要來談談的是在日本的部分 這位新任首相 大家其實沒有這麼的認識 才剛上任而已 那想要來聊聊說石破茂 他是新任首相 他上任之後 接下來他對於在美中之間的關係 他的外交政策上比較偏向誰 那會怎麼走 還有包括兩岸的關係 他的態度立場又是什麼 今天會請委員來帶我們一起了解 還有他在國際上的一些不一樣的立場 這個 石破茂他上台之後提出了一些 很不一樣的政策 尤其是在美日的這個關係 安保的體制當中 他開始有不同的意見了 其中他主張的就是要修改 美日安保這個當中裡面的 日美駐軍地位的協定 大家知道在目前美國是有義務要協防日本的安全 就是保護日本 那可是日本是有義務要提供他們自己的這個軍事基地 來供美軍使用的 那現在他是說希望能夠修改這個 美日駐軍的地位協定 意思就是說日本 我們也可以將我們的自衛隊放在美國境內來建立基地 那但他強調這不代表說 我們日本就會保護你們美國 只是讓自衛隊有足夠在這邊的訓練空間 可以提升軍事上面的效率 這是他提出來的一點比較有爭議的部分 另外第二點就是他提出了所謂的亞洲版的北約 主張說亞洲國家之間他說應該要大家一起來建立一個防衛的 防禦的一個義務組織 那這個是在他提出的兩個比較 大家在討論那有一些爭議有一些反對聲音的政策 再來就是兩岸關係上面大家也很關心喔 石破茂他其實呢在8月的時候曾經訪問過台灣 而且他當時和總統賴清德會面 在台期間他其實多次的引用了時任日向 岸田文雄他說的話 他說今日台灣明日就是會在東亞的這種言論 所以大家也好奇他心裡面真正的想法是什麼 那今天委員來我們想要來聊聊說 針對對美國的關係 石破茂上任之後是否出現些微的變化 這是對美國 對中國等一下也請委員來幫我們看 石破茂大家會覺得說他過去對中是友好的 那他曾經在一次表達他曾經說過 很想每年都去中國大陸一次 他在擔任日本的防衛廳長官的時候 也跟中共解放軍的高層嗆飲 而且大家看到這個報導喝了70杯的茅台 他都不會醉 所以大家那時候就對他印象非常的深刻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他是一個和中國有比較多一些接觸的 重要日本政要 如今為何又會提出所謂的亞洲版北約這樣子的一個決定 是想要來防衛中國大陸嗎 請問委員怎麼看 我們先提提石破茂這位先生 石破茂這位先生有幾個特色 第一個他曾經選過好幾次的日本首相 但是都沒選上那這一次好不容易如願以償 而且更特殊的在選前沒有人看好他 很多人都看好高市早苗 沒想到高市早苗就敗下陣來了 這是安倍派的一個挫敗 對石破茂來講他能夠拉到其他的小派系的人支持 就是他成功登上這個日本首相這個大位 很重要的一個原因 所以你知道說他好不容易登上了 他應該會想要好好的發揮 要表達一些比較吸引人的政見 第二個我們要特別提一件事情 日本的首相任期都很短 尤其是最近這幾年來 岸田文雄幹了三年已經算是最長了 其他動不動一年一年半兩年就下來了 石破茂到底能不能擺脫這樣的一個 智庫 就是不清楚 但是如何讓他自己的任期能夠拉長 應該也是他努力的方向 那總和的前面講的兩個原因 他這個要做上大位好不容易 要好好表現 以及他一定會對自己的任期 會期待高於岸田文雄 那他要做些哪些政治基礎 我們從這個角度來看就會比較清楚 日本現在瀰漫的一個右派的風氣 這右派的風氣啊 既有有對中國不滿意 但是也有對美國不滿意的地方 不要把日本的右派 一定看成所謂的親美抗中 那不一定啊不一定 那美國駐軍在日本 本來就是一個極具爭議性的一個話題 大家心知肚明 美國為什麼在日本駐軍 因為日本是戰敗國 戰敗國就要被占領軍所駐軍 像德國啊有美國駐軍 法國就沒有 英國也沒有 偏偏只有德國有 那其他小國家 那就當然就不必提了 我講是比較大的國家 哪一個國家願意說我讓人家駐軍 日本呢他的GDP也有5兆美元 所以他覺得是比德國還大 比法國還大 可是德國也跟他一樣都是戰敗國啊 所以就乖乖的要讓美國來駐軍 日本人只要提到這個 我都會嘲笑說你們是戰敗國啊 你們是二等國家才被駐軍 所以不是正常國家 他們都講不出話來啊 他不曉得怎麼回我 不知道怎麼反駁 他不知道怎麼反駁啊 他講說啊美國保護日本 你日本這麼弱 需要人家保護啊 就是他自己很清楚 原因從哪裡來嘛 這一次實破罵 為了吸引大家眼睛 就說那好 我修改美日安保條約 讓這個美國的關島 也可以讓我日本啊 自衛隊派兵過去 我在那邊做個訓練基地 對啊可以嗎這樣 好像兩邊可以平衡一下 不完全可以解讀說我是戰敗國 我們家竟然是所謂的同盟的話嘛 你到我家了我到你家去 你要平等一點嘛對不對 怎麼可以挨一劫啦對不對 所以他這個東西是 蠻這個吸引日本人的這種 希望有一天能夠成為正常國家 注意到正常國家 這四個是不是我們台灣 一些台獨派系喊的 最早喊的是日本人 我們就拷貝而已啊 他們想當正常國家 他們又不敢說 那美軍不要駐軍 把美軍趕出去 那還要出錢給美軍 他們都不敢吭聲啊 那所以只好去講一個說 那好吧 你讓我也駐軍 那以示平等啊 而且還駐軍還不是 不是美國的本土哦 不是美國的夏威夷哦 是美國的關島 到時候美國搞不好派他說 那這樣好了 那無人倒你去啊 呵呵呵 所以那至少他敢提這個意見 那美國目前的反應是沉默 並沒有任何反駁 或者任何一個說法 大概也知道他的處境 還在摸他的底啊 那至於他有沒有算是 日本裡面的比較了解 中國支中派或者親中派 他談不上支中派 其實也談不上親中派啦 因為他的 他過去的發表言論 只是沒有像美國那麼一樣的 抗中保美 抗中保日 沒有走這種日線 他覺得 我總該可以在美國跟中國 維持一個平衡的角色 來彰顯我日本的重要性 他的基本立場是比較傾向這個 但是已經比高四找美那種 一味的親美抗中路線的人 更加的清楚 所以有些人就會把他解讀說 他是不是比較輕重 沒有 他並不輕重 他是基於日本自己的戰略 經濟利益來考慮他的政策 那因為他很清楚 這個政策很難推得動 很難推得動 可是希望找機會 因為現在美國期望說能夠 日本在亞洲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那他就主動提出來說 要這個亞洲版的北約 要提亞洲版的北約 這個稍微知道北約怎麼運作的人 都知道說這個會有困難 會有困難 為什麼 你要亞洲版的北約 你就必須設一個所謂的三軍統帥 就是北約裡面有個三軍統帥 一定是美國人當 那有一段時間 法國人在倒戈的時代很不服氣啊 怎麼可以你三軍統帥 那我啦 我拿 所以有段時間呢 這個法國就退出了 北約後來好像基隆巴弄 後來又再加進去了 至少他有表達一些不滿 我的軍隊憑什麼歸你指揮 德國沒有軍隊啊 歸你指揮就算了 德國國防軍非常小非常弱 那目前在歐洲大陸上 軍隊數量最龐大的就是法國 那幹麼歸你指揮啦 然後英國呢 英國當然會乖乖的接受美國的指揮 日本呢 日本會不會想說 那好啦以後這個亞洲北約 是不是由日本來指揮 我來當老大 恢復這個大東亞共農圈 我第一個跳出來反對就是韓國 那這個不用懷疑 韓國軍隊 怎麼可能歸一個日本人 當這個亞洲北約的統帥 不可能的吧 因為組成北約就是要各國交出 軍事指揮權 那個叫軍事同盟 要指揮權總部要統一的 現在當然美國有開始想說 我派一個四星上將 就表示美國意為準備 我四星上將派來你要怎麼辦 因為軍人講位階嘛 以前美國派到駐日的美軍是三星的 哦 然後因為他印太失聯部是四星的 啊這很奇怪了 駐韓美軍是四星的 哦 駐日美軍是三星的 哎呦這什麼意思 就瞧不起你 哈哈哈哈 現在故意把它提升為四星 就是以後如果要的話 還是歸我指揮啦 因為軍人有時候一打仗的話 就不管其他規則完全是敢接襲 我只要多你一條槓我就指揮你 大概是這樣的一個戰場的一個規矩 那所以松花妹還在一個 一個角力的階段 我們這樣子不管他 但是亞洲北約 第一個 日本跟韓國就很難擺平了 對啊 再來你找菲律賓來湊 好像亞洲有什麼有力量的國家 要找澳大利亞 澳大利亞大概會接受美軍指揮啊 那這樣一來三軍統戰還是美軍 還搞半天 搞個老半天 那你日本不是 這個指揮一碗湯以後給美國喝嗎 對啊 變成你出錢 美國人來指揮 我想也不是石破冒他的本意啊 他本意是想要當亞洲北約 就想要當老大 他不講亞太平洋 亞太北約 故意後等一下把美國撇開嘛 可是不可能還是 你亞洲北約 你的目的就是要什麼 要對抗中國大陸啊 這還有解釋吧 可是你看日本軍隊 韓國軍隊加菲律賓軍隊 加台灣好不好 加四個軍隊打得過幾方軍嗎 不可能的事情嘛 軍隊規模太小嘛 還有 你四個國家GDP加起來 還沒有中國大陸的幾個省加起來多啊 那軍隊數目比較少 你是北約總共加起來 跟俄羅斯的軍力是差不多 那如果四個國家再加美國咧 那美國就不是亞洲 美國是美洲 要改成美亞洲 就要再改名字 再改名字 但是你想想亞洲北約 他心裡就有數了 你看他以前在歐洲 在北大西洋 因為美國是在大西洋旁邊嘛 所以說得通嘛 但是 但是這個 我覺得我牽牽識破嘛 要取一個名字 這個以美國霸權為規則底下的 亞洲北約 漲推了嗎 那你要把印度拉來 印度他有時候經常 就覺得人家說南亞南亞 他有點不太服氣 他覺得印度人就很好玩 他覺得 什麼 我是亞洲的中心啊 不是你亞洲定的來看 我是亞洲中心 你那聽我的啊 印度人也是蠻烘烘的 所以印度人絕對不會加入什麼北約不北約 因為他沒有安全威脅啊 他旁邊都弱小國家啊 那北邊比較大的國家就是中國啊 可是中國隔著西馬列亞山 這兩個國家要打起來的話 等到爬到山上去 兩個都累的都氣喘嘻嘻 所以也別想要打什麼大戰爭嘛 所以有這種天然的屏障 對這個印度來講 他簡直是沒有任何一個威脅的 巴基斯坦對他也不成敵量嘛 所以印度幹嘛加入你北約呢 沒有必要嘛 如果有個條件他會加入啦 那個三軍統帥以後印度人當 他就約你 哈哈哈 所以這個有得吵的 這有得吵的 我是印度就是擺明了 我不參加任何軍事同盟 軍事同盟的意思是說 我們兩個軍事同盟 我去打仗你也非打不可 那你去打仗 你跟誰吵架 我也非跟你陪著打不可 我們兩個是綁在一起的 對 而且有一個三軍統帥統一指揮的 那你想想看啊 印度可不可以 對印度沒什麼好處 印度只想說 你如果跟俄羅斯打仗 我會跟俄羅斯拿好處 你跟中國打仗 搞不好還跟中國拿好處 對不對 他要的是左右逢圓 所以我們就經常喜歡給印度取一個名字 叫海底撈什麼都撈 哈哈哈 那委員你怎麼看這個新的首相上任之後 他在中美之間 他之後會怎麼做一個權衡 總體來看 總體來看還是親美啦 還是親美 還是得住在美國之下 那只能偶爾看能不能多爭取一點自主性 但是他發現抗中抗中 對他得不到好處 他是也是比較利益取向的一個人 是郭瑪一個比較現實的族裔的思想的人 他不像日本有些人那種意識形態很濃 他沒有什麼太濃的意識形態 OK 對你看他過去的發言施政就知道了 這個就是以日本利益為中心 他盡量不去有事的一個人 所以對中國來講 他也會很善於跟中國打交道 都能夠喝70杯酒了 對不對 下次來喝100杯 哈哈哈 那個我以為他的民調在國內到底好不好 因為他其實跟前面幾任的首相 有很大的不同 就是他是反對安倍經濟學的 過去其實幾任的首相 他們都是跟著安倍比較親安 走他的那一派 包括菅義偉或者菅義偉岸田文雄等等 他們都是延續安倍的路線 就是到了這一任之後 他不管是在安倍經濟學上面 他也跟他持不一樣的立場 甚至是公開反對他 那他比較傾向的是貨幣緊縮 跟日元升值 是完全相反的 你如何看他在這個任內 他還會面臨多大的挑戰 石波帽他有一句話叫做正常化 就是日本的經濟政策正常化 他沒有對正常化走太多了 他其實含義就是安倍晉三不夠正常 你知道 安倍三之間剛推出的時候就被我吐槽 這個經濟學道理上根本弄不清 弄不通的東西啊 是啊 你剛剛我以前的發言 鬼扯吧 這不可能的吧 互相矛盾的一個政策 哇 你要利息又要低 然後你財政又要擴大 哦 然後你公共支出要增加 你從來沒有一句話說 我日本產業該怎麼強大 沒有欸 你注意到沒有 安倍晉三就沒有這一套 就是花錢 就是花錢 問題是你花錢治不了病啊 這是問題所在 結果幾年下來 他在證明安倍晉三的經濟政策是破產 日本股市從來沒漲過 一路下跌 只有最近找那個池田河南 那是日本第一個有經濟學博士學位的央行總裁 以前都是那種奇奇怪怪的官員來當 那種真的啊 那黑田俊練也是啊 也沒有練過經濟學啊 那他他就跑來當央行總裁啊 這個跟以前中國大陸一樣 中國大陸搞一個練哲學來當央行 他的理由是他有開放哲學 哦老天爺 暈倒了 哈哈哈 安倍晉三也是一樣 那池田河南是一個標準的 美國 MIT 畢業的經濟學博士 他就比較懂得用經濟學道理 所以你看那一上台幾招了以後 完全根據經濟規律來運作 日本股市就開始恢復生機了 政府你不懂就不要亂管經濟嘛 那因為他以前的利息太低 就讓這些大財團享受了很多好處 相對的中小企業代款 也沒有比較好啊 那日本老百姓把一輩子的錢都存在銀行 那銀行就是買日本的政府公債 那利息低的不得了 到養老錢都不夠啊 所以這個是不對的一個政策 那安倍晉三說我要花大錢做什麼 請問你花了什麼錢 你做了什麼事啊 什麼事都沒做啊 至少同樣任期裡面 2013年習近平當家的時候 至少還搞了什麼電動汽車 搞了什麼太陽能面板 搞了這個動力電子出來嘛 離電子出來嘛 可是相對的安倍晉三 差不多同時間開始當日本首相 他什麼都沒做啊 我在日本的這幾任難 為什麼他的首相任期都不久啊 他上來不曉為什麼上來 下去不曉得為什麼下去 然後整個扯這些有的沒有的 那老百姓看在心裡面 我日子過得這麼苦啊 世上苦人多啊 那你還在講 做了有的沒有的 還整天跑去跟拜登招掉 像明天跑去送錢去給 哲倫司機 你說日本老百姓你腳碎會不會生氣 對啊 所以日本首相 他日本自民黨實際的靠著 在野黨沒有什麼用啊 所以才有辦法稱職這個場面 那個貪污也沒事 也不用下台 然後收受統一教的錢也不用下台 那現在所以實破貓一上來 就趕快解散國會啊 就是讓他些有問題的 看議員看能不能淘汰掉 簡單講就要淘汰安倍派啦 簡單講是這樣子 好 所以我們就來看看 實破貓上任之後 完全是反安倍的這個路線 接下來如何帶領 還有看看他能夠活多久 哈哈哈 該不會又很短命這樣子 看他可以做多久 那如何帶領日本再往前走 我們繼續帶觀眾朋友來關注 這些委員來加入我們的直播間 今天晚上休閒中 台風夜我們同樣直播 節目照常進行從來不休息的 24小時不間短的節目 視頻比講萬人好很多 哈哈哈 不放假的好不好 我們風雨無阻 今天節目照常 晚上9點持續支持我們 拜拜 拜拜